原因有三個 我總結出來 我身邊最常看到 用AI 亂訓練 的狀況 會有什麼慘況 哈囉各位奇友大家好 我是夠夠先生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探討的主題呢就是 到底該不該用 用AI來訓練 雖然呢我一直都有在製作 AI的相關影片 講很多AI呢跟人類的對局 但是呢其實呢我的內心 一直都會有個疑惑 到底人類該不該用AI來訓練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的中韓一些頂尖高手 特別是生甄序、生公智能 或者是像 宣公智能、李宣豪 他們都是AI時代下的代表人物 那生甄序就不用說了 他就是韓國的 也是世界第一人嘛 那他成為世界第一 就很大的關係就是因為AI 對不對 然後呢還有 宣公智能 他的案例呢我認為是更誇張的 雖然他不是世界冠軍 但是他原本在中國那邊 只能算是一流起手 還不算超一流 但是因為AI出現之後 他每一天都在透過AI訓練 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 除了比賽之外 每一次都在這樣子訓練 他甚至在去年一度打到 中國等級分第一人 然後他目前的圍甲比賽 也是12盤裡面 11勝一半 所以他的戰績非常驚人 而且他對的對手 都有的很多都是超一流的棋手 那他呢最大的功勞 也是歸功於用AI訓練 就拿我們現在的這個 亞運冠軍 徐浩宏 他也曾經透露他在AI訓練 AI幫助他很大的進步 所以呢我們看到了很多 用AI訓練的案例 但是我們也要想一下 他們那個是高高在上 那我們這一些平凡人 到底能不能用AI訓練呢 那根據我這個多年觀察下來 我發現現階段六段以下 記得要講的是現階段 六段以下都還不太適合 單獨用AI訓練 最多呢你可以是看著AI 然後呢如果有身邊有高人 可以指點的話 他可以跟你分享這些AI的 運作原理是什麼 如果能夠這樣子的話 那是最好的 那為什麼現在呢還不太能 單獨用AI訓練呢 原因有三個 我總結出來 我身邊最常看到 用AI亂訓練的狀況 會有什麼慘況 OK 首先第一個 多數人呢 在看AI的勝率的時候 都是看藍點 也就是最好的選點 我們簡稱叫藍點 那最好的選點 你看完之後啊 大家就像看到最好的 其他旁邊什麼都是浮雲 就是說AI說這一個 AI說那一個 AI說這一個 AI說那一個 對 但是其實啊 這個是我從身邊有一個朋友 是玩德州撲克的 他也是會去看勝率 但是呢他們在看勝率的同時 也會參考一點點的人性 在裡面 比如說他會去觀察說 好這個雖然是最好的勝率 但是他同時也會去看第二好 跟第三好的勝率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第一好的勝率 他雖然是最好 但是他不一定適合你的棋風 有可能第二好 或者第三好的選擇 是比較適合你的 好我打個比方 假如說 你很擅長下大模樣 結果呢第一好的選擇 是叫你拿實地 第二好的選擇 實地外視各半 第三好的選擇 就是拿大模樣 那這個時候你去選擇第一好的話 當下你是可以讓你勝率是最高的 可是後面啊 因為你不太會掌控這個實地 你就會出現 勝率呢馬上會開高走低 這個時候應該要選擇最適合你的 也就是第三個選擇 大模樣 對不對 雖然他一開始是第三個選擇 但是由於你比較會掌握大模樣 你呢在後面的時候 你很有可能會越來越好 不過這個地方呢存在了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選 就是當你知道說 有三個選擇之後 其實你還是要分辨說 這三個選擇之間的那個勝率 還有木差會不會差太多 如果今天第一選擇跟第二選擇的木差 是差個十木 十五木以上的話 或者是勝率就差到天差地遠的話 那我們還是會遵照第一選擇 那這個地方呢 就會比較需要有人來去指點 第二個就是遇到戰鬥的時候 容易忽略簡單的手段 第二個問題呢也是我最常遇到的 就是呢大步 像我之前在去年年初 還是前年的年底我忘記了 反正2022年底或2023年年初 當時呢有一個從 美國飛回來台灣的一個企友 他是做 好像Google公司裡面的高層 還是什麼的工程師吧 然後呢 他雖然其力不是說到那種高段 大概是初段水平 不過呢 他是說 他完全是自己看著AI 自己去學 然後呢就大概學到可能是初段的水平 哇我聽到覺得 哇還真的有人可以這樣子練到初段啊 那真的蠻厲害的 這真的不簡單 真的是不簡單 因為需要相當的悟性 啊當然啦人家都是在Google上班的 對不對 像我 我是在YouTube裡面當GoGo 不是GoGo 對不對 差一個字差很多啊 所以呢人家呢是非常有天賦的啦 我後來就這樣子 給自己解釋一下 不過呢我在跟他對局的時候呢 我也發現到了一個現象 就是遇到戰鬥的時候 容易忽略簡單的手段 就他開局的時候呢 前面呢都走得非常好 你們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有一集 我跟AI下的一個測試 我把他放在這個地方 當時我在跟那個人 那個其有下的時候 也是這樣 就是他前面啊都走得非常好 你完全會感覺到說他根本不是初段 他根本就是有六七段的水平 因為他布局啊走的觀念技巧 幾乎跟我走得一模一樣 可是呢後來到了戰鬥的時候 當我還在猶豫要選擇哪一個走法會比較好的時候呢 突然他就出現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失誤 然後呢那個簡單失誤呢 就瞬間讓他崩潰 瞬間我本來在苦惱的事情 就變得不怎麼苦惱了 你們呢可以去看我這個的影片 大概就會大概在中間的地方 這個AI呢在接觸戰的時候 就會出來突然出現很簡單的失誤 那大部分在跟AI訓練的人 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為什麼呢 因為AI他自己都有這樣的狀況了 甚至你在跟AI下的時候 比氣你明明賣一氣 可是你正常景氣的時候 他竟然會突然手拔去走別的地方 本來他可以吃你也變成你吃他 對不對 那在你大量的跟AI這樣子做這種訓練的時候 你都可以吃到他 你就會覺得說啊反正呢我都可以吃到 可是你在跟人類下的時候就很不習慣 因為人類呢在互相景氣的時候 哪怕是我快你兩氣 你只要景氣一手 我也會跟著你景氣一手 這個是極位很常見的現象 對所以呢很多人呢在這個地方 從AI轉到跟人下的時候 會非常的不習慣 就是因為中盤戰鬥很容易忽略簡單的手段 第三個只會招式不理解心法 這讓我想到呢 我小時候呢很喜歡看的一部小說 叫做神雕俠旅 就是楊過呢當時在那個 華山論劍碰到洪七公跟歐陽鋒 他們兩個在較勁嘛 那洪七公就掩飾打狗棒法的那個招式 給楊過 那楊過他也是絕頂聰明 他一看到招式就知道怎麼打出來 對然後後來楊過回到襄陽的時候 那時候蒙古那個霍都他們來襲嘛 偷襲嘛要爭奪那個武林盟主 楊過就發現他身上的所有招式 對霍都都沒有效 好像打狗棒法有效 可是啊他打狗棒法呢 只有招式沒有心法 那後來呢這個黃龍呢 就是把這個心法一併傳給楊過之後 後來霍都啊就打不過楊過了 所以其實什麼叫做招式 什麼叫做心法呢 招式他就比較像是你現在台面上看到的手段 那心法呢就是他從另外一個地方層面出現的時候 因為你有心法你很你會知道說喔這個狀況 跟這個狀況是雷同的 所以呢他會讓你很知道怎麼靈活去應用 但是大部分人在學AI的時候在這一塊就非常需要悟性 特別是像我們剛回到第二點的這個中盤戰鬥的時候 這個中盤戰鬥他很多在戰鬥的時候 他都是有既定的模式跟公式存在的 如果說呢你對於這種公式模式不是很了解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定時人家正常下你可能還知道怎麼應對 但是人家亂下你反而可能走得更差 或者是一到中盤戰鬥開打的時候 你就會呈現一種很迷茫的狀態不知道下哪裡 如果你不曉得怎麼辦的話呢你可以先看這個底下免費影片 十集到三段他專門在講述中盤戰鬥的時候 敵人不照定時下亂下各種考驗的時候 你應該用怎麼樣的既定公司去思考 以上呢就是這三點常常只用AI單獨訓練的問題 當然啦也不能說以後有沒有人可以開發出來 這我不知道就現在來講是還沒有看到有人單獨訓練 可以一直練到很好的案例 希望未來有 然後呢再來就是也不能說AI完全沒有作用 像也有很多企友來告訴我說 他在看我的這個AI的影片的時候 有一種打開視野就是說 喔原來還可以這樣子棄子 喔原來還可以這樣殺大龍 喔原來模樣是這樣子圍成的 所以呢你在看AI的時候你可以把它定義成說打開眼界 哇原來我還可以這樣殺這種不一樣的事物 那這個呢也是我目前看到學員以及我自己呢 在學習AI上面的最大的感觸 那當然我們呢平時也有學員呢也蠻愛看AI的 那他呢其實在不懂的時候呢他就會傳訊息問老師 特別是跟一些定時有關的 那我們的老師呢其實對於AI的研究其實比我還要深 他就是很熱愛研究這種AI的各種套路 所以呢他也是知道呢 那要給予這個學生不同程度 該用什麼樣的變化讓他去吸收 如果說呢你對於你的實戰啊 常常呢也是不知道問題在哪裡的話 你也可以呢參加我們的一堂圍棋體驗課 那我們的老師呢也會告訴你在下棋的時候呢 要注意什麼樣的狀況 好啦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到底該不該用AI來訓練 目前我的認知是不能單獨訓練 原因有三個 一多數人只看最好變化卻忽略第二第三選擇 二遇到戰鬥很容易忽略簡單手段 三只會招式不理解心法 那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內容啦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呢記得幫我按讚 那YouTube的演算法就會知道說 喔這個是你喜歡的內容 他也會推出更多 我在分享這個圍棋訓練心路歷程 給你如果還沒訂閱的也記得趕快按訂閱 我覺得最後應該能夠幫我按讚 那MG也可以按讚 那MG我記得要訂閱 那MG可以按讚